Hello,大家好,我是Kenn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正正香港,現在處於一個疫症的環境 口罩這件事就變成大家每一日不可或缺的東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和我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戴了口罩一日戴得來之後 耳朵、頭就會開始很痛 特別,我的情況是更嚴重的 因為正如老婆說過很多次,我是一個戴頭仔 拉得更加緊,更加辛苦 在我對這件事覺得絕望沒有了 照痛的時候,老婆在兩個星期前 幫我找了一個很特別的小法寶 就真的幫我解決到這個不適的情況 這件事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我手上這條尿尿的口罩帶 老婆特意做我的名字 Anyways,這條口罩帶的原理和用法是怎樣呢? 事不宜遲,現在立即和大家看看 到底這條口罩帶是怎樣用的呢? 就講一講,通常大家戴口罩會很痛苦的地方 通常這條橡筋,掛在耳朵這裡 掛一耳朵,這個位置就會紅色,然後開始痛 耳朵的痛跟手頭痛 這條口罩帶的用處呢 其實它就是有少少好像延長它一樣 你剔了一隻橡筋的其中一邊 這樣拍上去 然後照拉回 在第二邊一樣 你都是勾回到橡筋裡 然後你調整這個口罩的位置 我自己通常的戴法就是 把整條橡筋放下來 這樣就完全 避開了耳朵這個位置 這樣就完全不會再痛 如果頭了好像我這樣比較大 當然拉這個位置會舒服一點 如果頭小一點,或者是女生 很多時候我看到它們會拉上來 整個拉上來 這條橡筋都是離開了耳朵 所以效果都會一樣 一樣是避開了 除了拉長了這個橡筋避開的耳朵之外 如果頭的圓周比較小 很多時候戴口罩會拉鬆 或者不太貼面 其實加了這條帶 它幫你拉緊了 這個位置會貼面 保護程度就會再高了 好,讓我現在就錯誤一下這個口罩 先 好認真地說 在2020年這次疫症之前 我真的沒有經歷過一個 需要全日戴著口罩的情況 在農曆新年前後 我和老婆去沿途旅行回來 香港就開始需要戴口罩 不要啦,照帶啦 其實已經覺得 每一天都覺得耳朵很痛 頭痛 集中不了的 但你要保障自己 保障身邊的人 你戴口罩是一定的 也接受了現實痛就痛 直至老婆 買了這條口罩帶給我之後 我真的才發現 原來戴口罩 耳朵是可以不痛的 用了它之後 也都 戴了口罩 雖然有點悶 但起碼不會去到不適 在一個舒服一點點的情況下 可以保障自己 說到這裡 關於這個口罩帶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給個讚 我分享給你朋友看 關於這個口罩帶的資料 我會放到下面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下去看看 最重要當然就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一有新片出來 立即收到通知 都是說過一句的 在這個疫症情況下 大家記得保重身體 保持個人衛生 希望它很快 大家都好 今天這條影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